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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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128事件,我的父親當地中將來,洞勤勵,要求去打了日本人 在勤勵以前呢,他給家裡寫了一句書 就說身為主席的軍人一定要保衛我們中國 一定要打敗勤勵中國的勤勵中國 所以我覺得抗二代人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取得勝利 在那個時候,我們中國的鋼產量只是日本的百分之一 可是現在呢,我們的鋼產量已經是日本的七倍,百分之七百這樣子 所以呢,我就覺得可是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 雖然目前的形勢下,日本現在他在恢復中國主義 很多例子都可以看出來,他在包圍中國,他想能夠恢復他的中國主義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提高警惕 那在現在來紀念這個抗日戰爭 也使我們覺得我們中華民族要很好的彈結 我們呢,一定要保衛祖國 我們呢,希望我們的祖國更強大 我想再歡迎大家對於這個中日抗日戰的歷史 也跟大家一個集結 以後我們中日還有很多面對很多問題 永遠永遠忘掉,永遠永遠忘掉 永遠永遠忘掉這個中國 我想大家把這個抗爭的事 從現在會不會飛到裡面 謝謝 感谢观看